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隔方的题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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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方的辩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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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赛双方为隔方 马里诺修远学校中学部 对隔方 正是提反书院 现在我会介绍双方辩论 首先隔方 主编黄桥盈同学 一副杨凯晴同学 二副郑思荣同学 劫变南考文同学 月芳主编陈南同学 一副叶正妍同学 二副黄佩尔同学 劫变灵思荣同学 谢谢双方辩认 我们今天都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伴 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南田姓保禄 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李雅文小姐 另外是 沙基湾姑纳中学 中文辩论队教练 洪明财先生 最后是 领南大学中文辩论队队员 陈永年小姐 那今场比赛分为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劫变总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4334 反方主辩发言完成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正方一副继续发言 去到反方二副发言完成之后 会有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 就会进入劫变环节 除了台上和台下发问的环节 每次发言时间的促前三十年 会有一丁提示 双 我会举起这个 双方同学看得清晰吗 No 看到月峰 看不到是吧 好 我尝试把背景教另一只 去到九个月 去到九个月 有两个提示 超时15秒就有几下 叮叮叮声 详细赛规计前 新约给同学 刚刚有月峰的同学提出过 会有俄语的问题 是否可以现在提出问题 你好 想确认两件事 首先就是 Chris Rock和Will Smith的外语 使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使用Will Smith的老婆 Jedda的外语 想问一问 英文提出 应该来 那隔方的同学有没有 任何英文上 需要用外语 要提出 有的 那你们说完那几个字出来 没有 不好意思 我们有的 我们打一打出来 打一打出来 你们说都可以 没问题的 可以说 可以对着个麦克服吗 刚刚不是 你听得清醒 请试一下 我认为 Chris Rock的 你还不需要 要说 对 不需要Sumple, 除了这两个名字之外,有没有其他? Oscar Saul White, Neil Patrick Harris, Amy Swimmers, Leonardo DiCaprio, Calvin Hart 这些都是店名和人名,是吗? 好,那双方、隔方、月方对于大家用以上的外语有没有问题? 还有评判也有没有问题? 可以派个代表出来说,如果没有的话,双方同样就行了 好,你可以说吧 好,刘桑你同学ok? 你好啊,可以的,但是我想问一下隔方同学会否靠近这个微笑? 因为其实听的问题都不太好 可以,可否重复一下,我们不太听他们说? 因为呢,你那个,可不可以靠近那个咪或者走前面? 因为我们比较听得清楚你说的,因为我们不是戴着耳机那些 那是,试咪的时候可以清楚一点 所以这样会不会听得清楚一点? 语方同学听不听得懂? 可以了,谢谢 谢谢 大家对着咪说吧 好,那一字认同作,就是无论人名和电影和俄语,大家都可以的 大家讲的时候就清晰一点 我刚刚就转了个背景的色 大家可以看不看到 好,我叮的时候就会这样叮 那大家见面了个30秒 对了 OK,那另外15秒就这样啦 够钟的时候就会这样啦 叮叮叮 OK 好 如果双方都没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就会请正方主便拍摄先的 那你有,sorry,是隔方主便 好,那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那 准备好可以和事业 你说可以,那我先帮你计时啊 说可以先 可以 叮 最终各位,大家好 奥斯卡一向都有个传统 就是去邀请一些鞋星去做班长嘉宾 而在班长之前都会请他们挖鼓嘉宾来炒热气氛 今年的奥斯卡就请了著名鞋星Chris Rock去班最佳祭典人 Chris Rock当时的句子原句是这样 Jada,我爱你,期待见到你拍GI Jane 2 Jada是Wilson的老婆 而CI Jane 2的女主角和Jada都是光头的 这个时候,Wilson就冲了上台和Chris Rock进入 前后用了两句粗口去吵他 警告他不要再拿他老婆来说笑 Wilson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他老婆患有特班才会剷光头 在这件事件里面 双方都会对对方造成伤害 Chris Rock用言语伤害到人 而Wilson就用拳头伤害到人 所以我们衡量 谁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就要看两者的行为 一,是否符合场合 二,是否完全出于自己作出的选择 而我方今天性立变题 原因有二 第一,Chris Rock说的笑话是工作的一部分 而奥斯卡其实能够接纳港帝奥笑话的主持 故事他的行为未完全到不可接受 近这十几年,在美国大营的颁奖典礼 例如艾美奖、金球奖、奥斯卡金将奖 都会请一帮鞋声审海炒庆的场 例如Amy Scrumers、Ricky Jervais和Seth Markvillin等 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共通点 都是会讲一些好彩界和政治不正合的笑话 而观众都是会受乐 就例如Seth Markvillin在Fanley街的监制 他一向都会在影片里面讲一些好地狱的笑话 例如用《炮源冲击案》来讲笑 叫著名影员Michael Fox 患有《柏金信征》 但是在13年 奥斯卡仍然会请Seth als班长嘉宾 而当歧视他的段子制 是受住2009年Rihanna被Chris Brown加布 将一部讲加布的电影抉杀令 形容为他们两个拍拖会看的电影 其实主办单位每年请得的嘉宾 就是讲开一些地狱笑话的人 所以Chris Brown讲地狱笑话 都只是在形合主办单位 和奥斯卡观众对他的期望 这个文化在美国也是很普遍 你可以说Chris Brown今次选的笑话 对当事人大力伤害 但是笑话本身就是一个 节目的效果的一部分 我们再看回奥斯卡的回应 Wiltsaf被禁止参加奥斯卡10年 但是连提都没提过Chris Brown 但是他选择最差的一个做法 例如他可以借用获奖感言的时候 去感谢Chris Brown关注他老婆 希望大家可以关心他老婆的病 事由他社交媒体回应 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他老婆 又或者当时可以忒忍抗议 而事实上有很多很红的明星 在会议对他有人身攻击的笑话的时候 方法都不是直接打人 而暴力是一个最差的回应方式 因为暴力会侵害对方的人身安全 如果社会上大家可以因为意见不合意 武力攻击他人 社会就会失去秩序 所以在社会的道德标准下 暴力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例如美国就会有不退让法 证明使用暴力的时候有以下标准去判断 1. 威脅是不是逼在眉睫 2. 产生的恐惧合不合理 3. 是否按照比例使用武力智慧 例如在现在有个人在你面前 想拿把刀劈死你 那你就可以智慧 但是Christophe说了一个人身攻击的笑话 和有个人在你面前的老板都想踢死你 2. 产生的恐惧 在这个时候 本身是无需车巴掌去作出回应 所以今天我方的变题你应识了 多谢各位 好 日方主辩发言时又是3分39 你有没有消息 那现在请月方拍出主辩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跟我说可以 但我会帮你解释的 准备好 准备好 就立刻到重罚Will Smith 但对于Chris Rock 就不闻不闻 社会的反应 正正反映出大部分人对于Chris Rock 这种幽默手段的默许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有病 但就会伤害到人 而认为这是幽默 其实这样的行为是否没有问题 社会是否不需要正视 其实有方同学今天尝试用职业 去合理化Chris Rock的行为 所以有方首先要解答的是 是否一种蛙负别人去取悦大众的手段 是否一定要承认 所以有方所说的职业所欣也不承认 而且我们承用打人有错 但是有方同学能否同样承认Chris Rock言语 无犯都有错 打人和言语无犯 是否两者在这件事情唯一的分别 其实今天双方都认同 在奥斯卡颁奖电历人生高预 和出手商人都不合 但问题在于两者动机不同 衡量今天的变体 不可以单看他们的行为 而是要讨论谴责哪一方 可以更有效地达到教育大众的目的 我方反对变体原因有二 第一 幽默文化要进步 讲笑哪里很邪道 美式吐槽以幽默和风刺为主题 影响美国人今天的生活思维和谈讨 八月年来美国人幽默的争议是不计其数 有人讽刺朋友、演员、家人甚至是整个社会 他们也纯粹很好笑被过去谴责 也都以提供欢乐当作藉口 但可能不知不觉 已经越过基本人性的尺度 面对数不尽的缘解 社会理应反思 在香港声募转期 年十三时的闪政风 在网上公开直播 口唱和言指2003年出身的学员 是沙士死成种 虽然他只是在这里说笑 但难免网民怒火 他其后公开道歉了 但伤害已造成 怎样可以说过去就过去呢 可见这种是大家习以为观的文化 其实一直都存在于道德隐患 笑话难言不当 就好然伤害到别人 故此通过谴责这种行为 正正能够引起大众认真反思 明白除了幽默之外 尊重也很重要 第二 Chris Rock的动机更应受到偏窄 Will Smith是演带最佳男演员之后 曾经公开向奥斯卡道歉 他说 我会令你做疯狂的事 希望以后你们还请我来 其实回看事情 不难看出相比Will Smith 为了保护妻子而行动 Chris Rock为了赢取大众的笑声 将快乐建筑是别人的痛苦之想 动机更为不良 因此不值得推送 其实Will Smith对妻子的外缘不止这个 妻子是2020年 短暂爱上了二子杰登的好友 但在这对梦子恋 引起了巨大风波 然而Will Smith在第一时间就回应 我已经原谅他了 并且引用绝地战警的经典台词 我们同金共赴 出生入死 我们是一辈子的夫妻 两人的行为当然不值得赞 但是Will Smith行为的背后 反映着他对情感上的冲动 对电影的热爱 此外其实Chris Rock的发言 是一组已经构思好的稿件 虽然他有大量时间去修改 但是最终依然选择 采用伤害人的说话 显然责任更大 你应受到更大的谴责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幽默是否可以毫无底线 多谢大家 对方主电发言时间来 升红58秒 好超时 那现在呢 接住而来就是台上发文的环节 首先由甲方台上任何一位电源 令月方主电发文 发言时间一分钟 那月方主电准备时间一分钟 回答时间一分钟 所有时间 接触前15秒 有一丁平时丁 那之后由与方台上任何位电源 向甲方主电提问 发言时间一样的 那双方都有跟对方提问 和答问一次的机会 那之后回到甲方一副的画节 那问双方没问题 好看 好看不到 那现在首先请 甲方自由派出入为电源 作出台上发文 你准备好可以说可以 之后我会帮你计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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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有点编册 还可以去描述 你还可以去描述 换出 好,準備好了嗎? 請問有方同學,現在是否以外知名包裝暴力就等於Bruisman的罪行可以被容忍呢? 好,現在是月方處理每一分鐘的準備時間,開始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刚刚有方同学问我们是否出发点正确做什么事就没问题 我们从来都不否认两方都有错 但是有方同学是否承认出发点没问题呢 其实我们去评论一个人的对错不可以太片面 不可以只是考虑他最后的合议 就好像审犯一个是杀人案 但是法官也要了解他的动机 从而调整刑法和判决 打人是一种愤怒的法事方法 打人的动机是因为Wilce的愤怒 为了保护老婆 我们更加关注在这个粉浪背下的诱因 多谢大家 好 提一提评判 要留意分子填写的次序 代表是月方的分子 第一格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先是法文的分数 现在请月方 自由派出一位台上便宜答文 你准备好可以和我讲好一点 试咪试咪试咪 请大家听得清不清楚 听到的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在主编的环节 和我们讲了 有方同学说用场合和选择 去决定一个人 这件事情 去审视这个行为 做得对不对 但我想问有方同学 是否觉得Chris Rock的动机 是没问题呢 因为有方同学提过 Chris Rock只是认证了 他是一个职业上的选择 有方同学是否承认Chris Rock的动机 是没问题呢 第二有方同学也认不觉得 Chris Rock的这句话 有点过火了 多谢各位 刚刚没有听到两条问题 评判自由 按照适当一条训练 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判断 那隔方时间一分钟 准备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有空就没有 不用等会 请您 PRESENTER 甭过十秒 拿过十秒 再kreized 承认 下� MOM 还可以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駕駛排出主意回答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開始跟我說可以 首先感謝有關同意的問題 有關同意問我們 因為Chris Rock的動意是合得不合 其實我剛才已經說過 我們也得承認Chris Rock的笑話是不合當 而且Chris Rock也有提到更加恰當的笑話 但今天有關同意在主題的時候也說過 其實這個問題在美國是很高興的 後方有關自己也會說 其實有關同意的問題 其實美國那邊是更加偏向Yours 是更加有關的 所以其實今天 就算今天Chris Rock的選賽不太好 也好 所以 不太好也好 所以 多謝各位 那現在台上發問環節完結 能到甲方一副發言 那你有三分鐘時間 準備好可以跟我說可以 被Immute OK啦 好 準備好嗎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先看看今天我們雙方的行動標準有沒有分歧 先 那我可能今天的行動標準就是要討論 檢查哪一方可以更加好地教大眾 但例如說辯題 我們辯題說的是奧茨這個場合 所以我們今天行動兩者的行為 是應該看它究竟合不合的場合 和是否完全出於自己作出的選擇 有方剛剛主編就問我方說 幽默是否可以毫無底線 不是 但是今天我們見到其實Chris Rock所說的 笑話 馬上盡其量是盡了他自己的職責 再者 如果今天要說底線的話 其實奧斯卡不是沒有底線的 這些笑話都不是沒有底線 不過當我們見到 當行為是觸及到他們的底線的時候 他們會作出公開譴責和行動 第一次就是2019年奧斯卡事前 要求Kevin Hart為恐蟲的言論道歉 要不就換主持人 第二次就是2022年Will Smith打人 奧斯卡事後禁止了Will Smith參加奧斯卡10年 但這次無論是事情還是之後 奧斯卡也沒有提及過Chris Rock 亦是等同於奧斯卡是否去了 一種打架的笑話 又沒有踩到奧斯卡的底線 之後再看看本來今天兩個論點 本來今天就和我們說 這些美式吐吐笑話 是不應該存在的 其實如果有本來講這些存不存在的問題 我們今天看到其實Will Smith 他同樣都是在推動暴力解決問題的行為 同樣都應該是不存在 所以我們今天就應該要看看 選擇是否他自己做和行為本身 我們看回Will Smith他本身行為 他是上台蓋人一巴掌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正確的方法去做 我們今天看到Will Smith 他不是在針對這個問題 而是在針對他自己 因為Jada被人說 所以他才會衝上去打人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 他在Christophe叫其他人的時候這樣做 第二 有風學就說 Will Smith的行為 的動機只是因為為愛 去保護他老婆 所以他才很衝動 有風學剛剛就說 我們合理化了這些傷害人的笑話 那有風學的內心底下 有風學是否合理化了暴力呢 如果有風學要講兩者的動機 我們就看看動機 Chris Rock的動機 是正應他的工作要求 去迎合節目效果 那有風學也說不到 為甚麼當一個節目 是要求有這個效果的時候 一個主持人他做這件事是有問題 我不反對Will Smith 是要求他 是要求他 但未必是想他 用私療的方式去回應 因為這個承認方式 正如奧斯加主辦 以後 發聲明說過 Will Smith這種暴力行為 絕對有可能被起訴 有坐牢的風險 而Will Smith的 實際地位 其實他可以有更多得體的做法 像外方主編所說 一定 所以今天有風同學要講 為甚麼Will Smith用暴力 是一個必要的回應方法 多謝各位 夾方一副發言時間是3分09秒 沒有超時 現在輪到月方一副 你有3分鐘時間 準備好 開頭說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其實總結 今天有方主編不一副發言 其實有方是很片面的 他們沒有交代過這個問題背後的核心 是甚麼 他們覺得其實動機是錯的 就要受更大的譴責 但他們不明白了 譴責背後的意義是甚麼 我們見到從一開始上面 這件事其實是沒有絕對的錯與對 大家都覺得其實雙邊都有做錯 因此我們討論的事情 其實只不過是 今天怎樣他們會這樣做 而背後也有甚麼反映出來 有方剛才說 開玩笑 只不過是他的工作 他是為了原諾大家 所以他的動機是正確 但是底線 我們戴人身攻擊 不是不合理嗎 有方覺得開玩笑 用重病來開玩笑 說話難道是合理嗎 說話有分處是本質 開玩笑的限度是藝術 開玩笑 開得令觀眾和開玩笑人開心 是一個主持人最應該有的職責 他也說 其實這個開玩笑是做一個正確的動機 但其實是否不用人身攻擊是達不到的呢 這種話虎本身已經是非必要 若然也很傷害他們的話 有方覺得應不應該這樣做呢 有方今天我們見到 他們承認了這個場合這樣做是不合動的 但是有方又說這個輿論是跟他說 Will Smith在美國受很多輿論 我想說有方覺得輿論是對的 那他就會是錯的 再者說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他們在這件事情的標準上 是說的是場合和動機 而可以在場合和動機上 論證為什麼我們Will Smith做得對 因為Will Smith想做的事 只不過是在他家人的角度站出來 他是為了保護他的家人才站出來 用這個的看法 而Chris Rock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本質就是壞的了 他本質就是想以這件事去取笑別人 我想說有方同學在這兩個 那麼顯然而易的動機這樣排在底下 哪一個是在做好事 哪一個是在做壞的事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原來是什麼 好像有方一樣 也都好像有方人的資料一樣 因為Chris Rock的問題不大 Will Smith就最大滔天 這個不是就是問題的核心嗎 正正好像主辯一樣說 和我剛剛所說 大家都認為美式幽默已經有一種 是這樣的了 有一種超然性 站在幽默的角度上 說什麼都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 可以人身攻擊 也可以在膚色上做取笑 我相信在各位今天都是認同的 笑話是不可以過分 而這種習以為常的美式幽默 也不代表在道德上就是正確 事實上譴責的重要性 不是正正就是用這種方式 去指出背後的道德性 和其他問題所在嗎 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Chris Rock的議論裡面 就好像有方同學一樣 覺得因為這種美式問題的根本性 對於這種行為 反而更加重用 就好像有方同學一樣 覺得他這樣做是對的 理行的職責 而反而進入了盲區 其實這件事本質是對還是錯 在道德對與錯呢 其實我們要反思一下更大的譴責 正正就是因為在Chris Rock這種美式幽默 身根體負文化的行為上的正確回應 最後再問問有方同學 剛剛沒有回應我們主編的發問 請問幽默是否可以毫無底線呢 多謝各位 現在請隔方議庫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開拓說可以 OK啦 可以大聲一點點 控一下麥克風 試麥克風 現在好一點啦 叮 各位大家好 看過今天變態 它是一團比較性變態 所以要論證變態 雙方就要說得出究竟哪一方更應該受到檢責 但今天有方只是停留在論證 雙方都有犯錯的這個層面 又說不出Chris Rock為何犯的錯更大 今天有方不斷強調 Will Smith的動機只不過是保護老婆 事物論Chris Rock都只不過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 因為Will Smith的行為 究竟是否可以用外包裝完 忽視他使用暴力的事實呢 所以今天比較今天變態 我們就要看他們所做的行為的本質 聽到雙方同學今天的論點 雙方一說 因為文化尺度大 就說Chris Rock的笑話實在太過火了 很高興 首先多謝雙方同學 在主編已經認同了Chris Rock在履行他的職責 因為雙方都認同美化成行這項文化 更加支持Chris Rock 但雙方說Chris Rock說的笑話尺度更大 其實是否真的這麼大呢 今天我講一副都有講 2019年的時候 雙方他本身是金球長的主持 因為他說的笑話太過火了 而被判除了這個做主持的資格 那如果有方 因為如果Chris Rock的笑話 真的這麼過火的時候 為什麼他完全沒有受到處罰 反而Will Smith 他要10年都不能再參加奧斯加研診 但是Chris Rock還可以在各大節目上做主持呢 退一萬步來說 如果今天有方覺得這種風氣有錯的話 那有方今天這麼強調動機這件事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去譴責這個風氣 而不是譴責Chris Rock本人呢 而有方今天說 Chris Rock的動機不良 首先今天有方是從來都沒有回應的 我方主辯問 有方承不承認Will Smith可以選擇一個更好的方法 去回應這個笑話 而他今天的回應 他使用暴力的回應和笑話根本就不對等 而且他自己道歉的時候 他也有承認自己應該可以選擇一個更好的方法去應對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其他人是如何應對被人挖苦 Amy Scrumers 在2022奧斯卡頒獎典威夫的對象是Leonardo DiCaprio 他用了他 他為了應對氣球變化做了很多事情 為了將來的對朋友留了一個更清潔更綠色的地球 當然這是一個也有冒犯到他的笑話 但Leonardo本人的反應是笑一笑 然後就過去 而不是好像Will Smith那樣上台打人一割 有一方的標準是說 要認證哪一方更應該受譴責 就是說究竟哪一方被人譴責而會更加教育到大眾 那想問有方 現在有方要教育大眾 是不是認同了Will Smith 只不過不願意交了他的暴力 就等於我們可以打人呢 如果今天我的家人被人罵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上去打他一割 然後就代表我明明不應該受譴責呢 謝謝各位 假方義父發言時間為2分44秒 沒有消息 我看到有同學在等待會兒放他進來 好 現在到月方義父 23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海陀港可以 分別攔地 聞不清楚 聞得清明的 準備好 主席、评判作者,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一直在跟我们讲长合、动机、动机 但其实有方今天最大的错误就是你没有否认到 你已经承认了Chris Rock的笑话不恰当 有方合理化了Chris Rock的动机 说他是一个进职的戏剧演员 但我方认为作为一个戏剧演员 你没有办法令到观众和被开玩笑的人都开心 这个算不算是戏剧演员的专业素样呢? 第二,有方今天语无伦次 你一直在说我们没有解释暴力行为的正确与错误 但我方一直承认Will Smith的打人行为是错误 他有没有更加好的解决方法呢? 是一定有的 但有方是这样的 我问回有方 我们看Will Smith都是好心扮坏事 所以都是好心扮坏事 我方承认Will Smith最后是坏事 但有方是否承认他是好心呢? 如果有方承认是好心 那有方是否承认Will Smith的动机 是大好于Chris Rock呢? 第二,有方跟我说 奥斯卡是否没有给开换字的底线 但是有方从来没有说到这个底线究竟在哪里 而是给我们一个例子去论证 谁是被人同样以开换字的方式说过 但有方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底线究竟是人身攻击 还是其他什么 那我们就给你这个底线 我们所说的开换字的底线就是人身攻击 那是否这么难分呢? 这个标准做人造成基本的程商就是标准 你身为辩论员你在台上都知道不能人身攻击 有方现在如果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肥猪我是傻子 那都是人身攻击的 那我们世界上都有不同的法例 告诉我们什么叫侮辱种族 什么叫侮辱文化 为什么法例可以做到警告人们这个启示的作用 那为什么开换字的文化找不到标准呢? 在座学位 我方主辩早就提及过 谴责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大众 那我们今天不就看谴责谁可以起到教育大众的目的 有方觉得口出狂言没问题 主要就是因为文化影响太深入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美式喜剧文化就是以奉事为风趣 但是是否有文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人身攻击 让人家疾病讲笑呢? 我们没有说过美式喜剧文化不应该存在 而是要改进它 就好像清朝的人觉得女性前持的脚 是否代表我们不需要摒弃前触这个漏呢? 现在有人觉得Chris Rock说的笑话好笑 是照例做回事 那是否代表美国喜剧文化完美到不需要改进呢? 那我就想问有方了 今天Will Smith上台打人 我们才整体要审视美式幽默文化 竟然是会令人祸从口出 他才是这次事件中的加害者 令大众重新提升 有尺度有分寸 是否就可以起到教育大众的效果呢? 多谢各位 好 月芳义父发言时间是3分08秒 没有超时 然后会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先由甲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月芳台上辩元提问 甲方无权指定回答的人 月芳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元回应 台下发问时间1分钟 台上准备时间1分钟 回答时间1分钟 所有时间的直前15秒 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月芳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甲方台上辩元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两条台下发问都可以 由同一位辩元提出的 那现在双方没问题? 没有的话 那现在先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电源 答问 你有1分钟的时间 那记住要开麦和开镜头 你可以先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 听得正式的 准备好开头就可以了 可以 听 再组各位大家好 在2016年的奥斯加班奖典礼 Chris Rock是当时的主持人 他提到很多很聪明数学的人 都是亚洲人 他说完这一类型的笑话之后 他就说 如果你对刚才的笑话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用手机在Twitter分享 可以在Twitter骂我 但是你所用的手机 都会是这些东亚的小朋友做的 而他这个笑话就是说一个种族歧视 他说一个同工的问题 这个笑话是极之惨戒和政治不正确 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在2022年的时候 再次登上奥斯卡的舞台上面 再次去做颁奖嘉宾 换言之 其实原来奥斯卡不是没有底线 只不过是说 原来Chris Rock说的笑话 是没有触及到奥斯卡的底线 其实这个情况就好像在一个拳击比赛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是不会因为一些拳手 打到对方投放血流 而觉得他有道德问题 所以想问有方同学 为什么你可以自己用一个道德价值 对语菜去判断今天的辩题 而不是去跟今天的场合去判断 谁应该受更大的谴责呢 多谢各位 好 那现在月方台上面 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是 对 对 是的 我觉得 可能 消息 有 费时间 的是 好 很松 没得到 词 停了15秒 好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粵方派出一位台順便願作答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開台說可以 試咪 試咪 請問問題清不清楚 清楚 可以 正 多謝粵方和問題 大家好 今天其實講到這個Chris Falk 的問題 其實不是正正體現出英文文化的一種缺陷 其實大家這種背後的問題 就是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直主線講的所有東西 就是這個背後文化的問題 我們不是沒有看場合 而是有方不明白譴責的意義背後是哪裏 就是因為這種問題這麼根深蒂固 這麼有問題的情況下 比出更大的譴責 正正可以指出問題的所在 在哪裏 多謝各位 謝謝 現在請粵方派出第一位台下言語 你可以試一試 不好意思 OK 沒問題 準備好可以跟我說可以 可以 可以 正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可以合理化Chris Falk 的 行為的唯一原因 只有四個指 職業需要 有方說Chris Falk 是為了迎合大眾 但如果大眾即是一面倒地認為Chris Falk 正正 為何今天會出現這條更具正義性的變系 和國際性的網絡討論呢 不過也沒關係 更重要的是 有方轉變今天跟我們說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做 所以沒有問題 甚至有人用九一日事件來開玩笑 都很正常 但原來這個笑話 白宮都有 跟他們表現不支持 所以想問有方 你是否覺得白宮錯 說九一日笑話是對的呢 謝謝各位 好 現在月方 教文完結 月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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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駕方排出位台上緣作答 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開頭和事業 各位大家好,首先很感謝有方同學的問題 有方剛剛問了兩條問題,首先回應有方第一條問題 今天變成在賽會訂的,我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回應有方第二個問題,問我們這個笑話對不對 我剛開始已經承認了這個笑話可能 但是Chris Rock的選材的確不是那麼恰當 但有方今天如果這麼強調風氣問題的時候 問有方為什麼你今天針對的不是那個風氣問題 而是針對Chris Rock這個人呢? 而且想問有方,今天有方覺得這個風氣這麼不對的時候 那是不是有方覺得以愛之名去包裝暴力 以一個過方不對等甚至可以被起訴的反應 去回應別人對你的笑話的時候 就是一個付出這種暴力,就是一種好的風氣呢? 謝謝各位 好,之後到第二條台下發問了 好,之後到第二條台下發問了 請隔方派出第二條台下發問 對啦,你可以先試一試咪 試咪,試咪,試咪 聽得清晰的 好,準備好和我試意 可以 聽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第一個論點就跟我們說 是要透過譴責Chris Rock要做到教育 為什麼今天要更加譴責的那個人是Chris Rock 而我們看到其實在教育意義上 我們譴責雙方都一樣可以做到教育的目的 所以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其實今天Will Smith之所以打人是因為以外之名 所以以外之名做的事不應該那麼受到譴責 我們看到其實今天Chris Smith去應對的時候 他有其他的做法可以做 例如他可以透過之後再公開譴責 或透過黑臉去表達自己根本就不同意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今天想問你分和我 請問這個是 請提醒你 謝謝各位 謝謝 請見 因為沒問題,你們可以按剛剛的發現 照理分分 月方同學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台上 好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们不谴责Will Smith的暴力行为去教育大众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今天这件事件的始作用就是Chris Rock 他的语言挑衅别人才是真正的道火线 我们不应该看谁是引致这件事件诱因的主要谋手去显示 谁才是整件事件解决最好的方法吗? 不过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说 因为他们就用长级速迫了我们去看谁究竟错的一个因素 多谢各位 现在请月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那你可以试一试麦先的 试麦试麦 认试的 准备好和我说可以了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判断一个笑话 是不是过火的标准非常有趣 因为奥斯卡不罚 所以Will Smith的夫妇就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呢? 不重要啦 今天被冒犯的人表示不满 有方不理会 因为大家都受了 你出声就是你问题 想问有方同学 觉得为什么Will Smith会打人呢? 没有触及到奥斯卡的底线 代不代表他没有触及到 Will Smith夫妇的底线呢? 多谢各位 好 现在隔方台上面完 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我们会继续 下个联系 都可以 下个联系 有吗 有吗 我一定会 得到 这些一面 已经有的 很多人 都能够 盯 坐15秒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性夾方派出位台上 便聯合答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读题和我讲,可以? 准备好吗? 可以吗? I'm muted. Sorry, I'm muted. 可以的. 可以. 好一点的麦克风. 可以. 叮! 继续各位,大家好,先谢谢我翻译的问题。 其实首先,有个翻译是屈我方的立场。 我方没有说过,Will Smith两夫妇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我方也都承认Chris Rock这个笑话是有伤害到人, 但是,今天的问题就是在于他选择了一个笑话, 所以选择了一个笑话,他的职责。 但有风和今天都是从来不认定的, 当有风和在谴责的是这个风气的时候, 为什么有风和错的那个是Chris Rock呢? 而且呢,其实今天我方便立场推介, 我方便一开始就跟我们说行量变体的标准呢, 是要看谁可以更加可以这样教育大众, 但是有方便刚刚在台上回答的时候, 就说到要看谁是似作勇者, 但其实今天我方便不可以, 我方便今天说似作勇者, 其实是, 是否真的, Chris Rock是否真的似作勇者呢? 我们今天看回那个状况呢, 并不是的, 我们今天看到Chris Rock呢, 其实他是, 他是在符合奥斯卡给他的时间。 张勒,请停止。 好,现在台下发明环节完结, 那来着会是结面的环节, 双方各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现在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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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我們先請月方的結辯作結 你有四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先和我說可以 主席、評判、有科同學 再次各位,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的親戚有沒有跟你說過這句話呢? 他還有一個小朋友而已 口無遮難,很正常而已 你就包容一下他吧 但是他沒有犯我的 你可能會這樣想 說笑而已,你這麼認真做什麼? 就是小器 你的家長或者親戚又會這樣搏關咀 一次又一次的隱仰 一次又一次的沉默 就這樣看著那個口無遮難的小朋友長大 究竟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呢? 其實對於這次的事件 雙方有責任 我方和有方都不反對 但是無奈有方看得太過片面 覺得單體場合、單體影響就夠 有方同學今天不斷跟我們說要看場合 我方都認同要看場合 但是正正在這個場合 奧斯卡的班長 連累全世界人都在望著 所以我們才更加要去譴責 Chris Rock 的一個言語 讓大眾明白 有幽默文化是有問題 有方文學有追問我們為什麼不針對風氣? 又是因為我們要以Chris Rock 作為切入點 我們要挺身而出去帶出這個文化有問題 所以我們才要更加譴責Chris Rock 其實這次的事件都很值得大眾去反思 我們要回想社會這麼多年發展以來 還有什麼本來應該是錯的文化被擺上大壓之堂? 從內與之變對碼 我們在見到一項流傳了很久的文化和習俗 會很自然地合理它 從以前開始就是這樣 還可以有什麼問題? 我們會這樣想,社會也會這樣想 但正正就是這樣的思想 這樣的文化去禁錮著我們的進步 我們好像在黎沙印行路一樣,全部難行 今天這樣的美式幽默一步又一步去越線 今天冒犯到的是個人病痛 明天就會得轉進尺,冒犯到所有人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原諒親戚家的小朋友 但他長大了,成長了之後又會有什麼價值觀呢? 嘴裡面又會說出什麼話呢? 當他成為了今天的Chris Rock之後 其他人又會不會像Chris Will Smith 一樣打他一巴就算呢? 再加上,動機的不同,言語行為都會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有幫同學需要明白 Chris Rock不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朋友 他的言語是有組織有預謀地去冒犯其他人 他以他人傷痛的地方作為娛樂大眾的笑柄 去人聲攻擊其他人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被取笑的那一幫 你心中又會有些物業滋味呢? 但很可惜的是,現時公眾只是認識到肢體暴力是不正確 但就沒有充分理解到語言帶來的傷害 以及不良動機帶來的後果 如果我們不去譴責這樣的言語暴力 未來這個世界就會是什麼樣呢? 這個難道是有可能我想見到的遠景? 法律是保障了社會的道德底線 但社會要將後的理應是更高的道德標準 法律條文可能會跟我們說 會說是比Chris Rock的責任更加大 但我們期望的是見到社會、見到文化的進步 我們期望更上一層樓去共同建設一個更加文明的世界 Web Swift 固然是錯,但它也是一個受害者 我們與其去譴責Web Swift 為什麼不用一個更好的處理手法 不如想多一步,盡量去避免令更多人陷入這種難和局面 我們想見到的是未來親戚的小朋友 不會認為說笑是一件小事而全心用語言去傷害其他人 我們也不希望見到公眾會認為開玩笑人生攻擊是一個小問題 我們想見到的是大眾眾善一個問題、改善一個問題 而今天變題也一樣 文化中確影響著你、影響著我 影響著整個世界所有人的思想 如果我們今天不去演習、不去改變 那明天未來又會是怎樣呢? 今天我們見到Will Smith是比10年禁止參與奧斯卡 有很多演藝業會限制他的演藝生涯 而帶與此同時 Chris Hock 的傳媒表演長長爆裹 賺得盆滿撲滿 Will Smith已經受到應有的懲罰 那Chris Hock 又怎樣呢? 多謝大家 月方結變白言時間為4分02秒,無超時 現在請隔方結別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開堂跟我說可以 準備好嗎? 可以 你可以控制一點點 可以 再次各位大家好 美國社會言論的自由與開放 一直是世界上其他國家 期望與羨慕的社會文化產物之一 除了人民本身的言論權利之外 這種言論自由的官業延伸到電視電影文化 開放了另一種美國電視文化領域的類型節目 政治諷刺新聞節目 一種幽默感的風格所影響到的創作媒體 不僅是為了政治收奉的幕後推手 很多時下世界知名的卡通節目 比如南方公園、海綿布布Family街等等 之所以可以誕生 都是拜這種歐美文化中幽默感一環所賜 正因為對於這個諷刺類型的笑話和創作度容忍高 都知節目本身在用詞和尋求靈感方面內容的題材 都可以說是禁乎百無禁忌 然而這類型的節目和電影內容 這麼挑戰社會大眾所能夠接受的底線 導致觀眾反而可以經過這一類型 反差極大的演出手法 認識到很多現實社會問題的荒蕩無溪 在自由和開放的言論權利下 奧斯加所推崇的風氣 就是請鞋星說些踩界的笑話 其實今天有幫同學立場退 他們最後退到Chris Rock為何要受更多譴責? 因為他們是始作勇者 但我們看看始作勇者是否等於他要受更多譴責呢? 不是,在2019年泰國一名13歲的男生 他被人長期霸凌,沒有用 但他就用手槍去殺了人 其實那個男生是先瞭者戰的 但他回應的方法不是用把槍去殺死人 因為這是一個不對等的回應方法 今天有幫同學拿出兩個論點 但他們兩個論點都認證不到 為何Chris Rock要受更多譴責? 我們先看第一文化 今天有幫同學覺得教育這種文化是不可取的 但是今天有幫同學就要 我們看到的就是 就算這種文化不可取 我們譴責的都不是那個人 而是這種文化 今天有幫同學就跟我們說清朝這個鞋的文化 但我們譴責的從來都不是那些女生 而是這個文化 按照一幫同學的羅心 是否我們在清朝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那些女生回來譴責他們不應該繼續這樣做呢 還有我們看回這個幽默文化 要看一個行為正確 要看大眾的意向 有分頭都會說 美國是很推崇這種幽默和諷刺 和講一些踩戒的內容的文化 事後美國人都是傾向Chris Rock的 Chris Rock其實他都只是履行自己的職責 今天有分頭就跟我們說 在辯論場上我們不應該人生攻擊人 是因為現在在辯論場上 規則不允許我們這樣做 不違反也是我們尊重這個錯規 尊重這個辯論 然而今天有方都知道不應該人生攻擊人 是因為有方都知道要尊重這個場合 然而Chris Rock現在說這些這麼差戒的話 都是尊重這個場合 他都是在履行今天觀眾和奧斯卡要他做的事情 或者在我們的辯論場上 我們持風銳利說說逼人 是必然會出現的現象 反而我們不這樣做是不正常的 但是我們不會無緣無故在現實生活中 說話那麼兇 說話那麼有攻擊性 同樣道理 在奧斯卡裏面 那些踩戒的笑話是必然會出現 也是大眾和奧斯卡所期待的內容 今天我方就質疑奧斯卡他沒有底線 其實他有底線的 對於過了一些底線的人 他都會同樣地受出選擇 就是Kevin Evin Hart 還有今天方同從頭到尾都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Chris Rock去履行自己的職責是有問題的 再來我們看他的動機 今天有方同就跟我們說 教育意義是看哪方有錯就要選擇 所以他就達到這個教育意義 但是今天有方呢 雙方都認爲雙方都有錯 Chris Rock和Will Smith都有錯 今天有方同我輸打贏的就是 他就覺得Chris Rock可以受到選擇 但是現在Chris Rock是以我知名犯罪 為何他不應該受更多譴責呢 多謝各位 好 隔方的變化時間是4分08秒 沒有超時 那現在比賽告一段落 那我們會先給評判填一填分子 那提提評判要選擇三位比較出色的片員 最好各位三分 其次兩分 最後一分 對 李我們要說 對 你 成員 電視 對 我們 好,我們同時都會邀請評判給我們一些評語 我見到和先生的分子都可以了,你會不會介意給評語呢? 都可以,不過給我一點時間,一兩年就可以了 謝謝你 謝謝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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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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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去教育大众 我很欣赏大家今天去打这场比赛的时候 是有尝试去套用对方的标准去攻击对方 譬如甲方有尝试过就是如果你要教育大众的话 我去谴责Will Smith其实都可以教育大众 不要用暴力去解决方法 但我觉得今天大家去交出你的标准的时候 或者去处理标准的时候 你没有解释到为什么你这个标准是一个 应该合理的标准 或者你没有为你的标准去解释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标准 以至于就是当大家不停说你的内容的时候 对方会从其他角度去辞入 譬如你跟我说 譬如甲方会说 Will Smith其实都是幽默的 那岳方就说不是 那我们会让别人有一个言语上的一个误解 可以用来说笑 就是当你用一个标准去解释 你自己在说的那个立场是没问题的时候 对方其实只不过用另一个角度去辞入 其实大家是没有一个叫做交锋的位置 所以我会觉得虽然大家感觉上是真的回应对方 但其实实际上未必真的很直接地回应到 而且不是很攻击到对方 所以我的感觉上就是大家的主线推进 其实是很停留在主面的阶段 我会觉得 而我觉得今天粤方说出来的标准 其实可以想多一步就是 其实为什么一个验证 是要用来教育大众 就是可以想一下在一个社会化的 context 底下 其实验证是一项工具 去帮助我们去批判一些 大家觉得应该要关注的事情 或者他错误的事情 然后去帮助一个社会建立一个规范 就是你可以这样去演绎你的标准 而对于隔方来说 你的标准其实可以进一步演绎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个场合呢 因为 其实可能是因为原始的 这条变题就是说奥斯卡风波 我们要说谴责 也都不能够单纯脱离 就是说要谴责某一个人 为什么要看它的 context 就是奥斯卡颁奖典礼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在标准上 我觉得双方都没有尝试去 为你的标准做进一步的解释 以至于听下去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就是究竟哪一个标准才比较合理 或者对方的标准是否可以处理 是否可以更加压倒你的标准 这个第一个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在一些说法上大家要小心 我觉得这个隔方是要留意多些 比如隔方在台上发问问了一条问题 就是是不是以外去包装暴力 可以容忍这条问题 这个问题危险的地方 就是对方可以直接回答你 就是说是否以职业包装言语暴力 就可以容忍 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危险 因为你这样问完的时候 其实对方可以用同一条问题 回到你的立场 所以是不会有结论的 这条问题到最后 所以我觉得隔方要留意一些 这些问题 这个是在一些说法上要留意 然后去到第三个问题 我想说就是这个我觉得全场 大家去讨论的时候 讨论最多就是幽默是什么 在隔方的立场来说 他觉得幽默是一个 是一个奥斯加传统的一个一定会做的事情 就是传统来的 过去也试过做了很多次幽默的一些演讲 然后其实我觉得今天月方可以说就是 为什么今天大家会觉得这种幽默是没有问题 就是大家没有意识到 其实就是月方你的主线想带出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今天月方 你虽然又渗透到这些讯息 又尝试去说就是 为什么今天觉得哪怕有方和你觉得 现在幽默是没有问题都好 都依然存在的问题 就是这个社会对于言语暴力 已经是觉得习以为常 反而我们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习惯了 变得合理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今天月方的主线是想带出 或者想渗透出这个讯息 但是我觉得渗透的时候 其实不是太出这个讯息 以至于就是正在隔方不停跟你说 说幽默是传统 他都没有被人罚 大家的底线都还在的时候 其实月方有点回应得不是很有力 然后隔方有个说法 其实我觉得月方都可以尝试 其实可以放在你的立场讨论 就是隔方 譬如这边有说到 或者他全程都可以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奥斯卡姆佛 克里斯沃 那就是换言之 这条底线都没被人触碰 是不是 那其实在月方的立场可以说 那问题就是那条底线有问题 那条底线就是 不应该拿这些东西来 就是说别人 那条底线本身就出现有问题 所以你不能跟他说 他没有触及那条底线 就等于他没有问题 其实在月方的立场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月方的立场 你没有这样直接的很指出 或者很渗透到很强烈的讯息出来的时候 那对于你去回应隔方 或者隔方去说这些一大刹 一大就有些幽默的事 那你就很难去有一个很有效的回应 就有少少就是 好像他有他说 然后你好像拼不到他这样 然后就着幽默这个问题 我都想再进一步讨论就是 其实家方有尝试渗透一个 或者是家方有尝试去演绎幽默 或者是政治嘲讽在奥斯加场合来说 是很普遍的 而家方举的例子是什么呢 他举的是可能是一些 可能对于孝元昌激昂的关注 对于一些政治议题的关注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 那究竟今天Chris Walk 说了的这一句说话 对于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关注 或者是对于这个社会有没有什么正面影响 我理解就是他说的那一句 只是单纯就是说你很适合做这个电影的主角 但是他是不是家方你所说的 你举的例子譬如是孝元昌激昂 这一些涉及到政治 涉及到一些可能属于社会来说 是一些很实质的一些政策的议题有关注到呢 而只不过我会觉得其实在今场 他一个句子里面 其实他只是单纯说一些笑话 但是他不会对于这个社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家方去讲与这些例子的时候 也都不是很match 你自己所提出的那些对于幽默的界定 那到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就是 幽默是什么呢 其实应该可以尝试去找一下一些可能喜剧的人 即是喜剧的那些作家去说 就是说可能对于其实也许方来说 其实幽默是一种叫做 是有些标准或者界限 尤其是是近几年这个社会 这个国际特别的国际社会 对于可能这些社会上的一些可能弱势的社群 是更加之关注 你可能过去会开一些可能有自费症 可能有主缘症的那些人 过去可能动督是会出现笑他们 但是随着近几年这个社会慢慢变化 我们是会不再触及这些笑话的议题 而背后就是说 可能笑话在现在这个概念上 或者笑话他真正的含义就是 不应该令到有任何一个人感到不开心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感到不开心的时候 他已经不属于笑话的范畴 我觉得如果粤方可以尝试去拆解对方 说幽默或者笑话的 就是他本身也不是一个幽默 不是笑话 所以你各方不能够再这么跟我说 他只不过说幽默 他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你粤方去处理这条变题的时候 就会更加之好 而我觉得今天粤方 其实是没有直接去回应 或者是没有怎么回应 而我觉得这件事情 反而是粤甲方里面 立场都颇强的一个问题 就是粤方是没有直接去回应 或者没有怎么回应 其实Will Smith是有其他的选项可以处理 而他偏偏选了一个最厉害的地方 我们会叫做 他可以用职场去拖斥 Chris Watt可以职场 黑面可以立刻拉对走人 甚至你事后可以在社交媒体骂他 但他偏偏就选择了一个暴力的方法去应对这些事情 而我觉得这件事是隔方比较强的一个论点 而其实粤方是没有怎么回应 但我觉得今天的隔方 反而就没有聚焦在这个论点上去发挥的时候 就去打了其他东西 我觉得其实反而你可以选择 就是先逼问对方其他选项 这件事在这个战场上 即归纳了落了定 然后再去打其他东西 我觉得对于隔方的攻击就会更加之好 我的评论大致上就是这样 希望同学无论输赢都好 可以继续努力 好 谢谢鸿铭才先生的评论 现在我们也请黎雅明小姐给我们一些评论 各位同学大家好 也很谢谢你们很辛苦的准备了这一场比赛 有点评论给你们 因为刚刚各位评论都说了很多 所以我们可能会多说一些后场 你们之间回应的东西 我觉得你们后面 只不过是集中说两样东西 就是动机和教育意义 然后我觉得 双方都有些东西是可以注意多一点 例如正方 因为当反方不断逼问你 他是人身攻击 或者这些东西是不合当的时候 正方经常都会说 这是一个奥斯卡的文化 然后我就会觉得 那你是否觉得任何的社会 或者是跟着制度 跟着规则 做任何东西都可以容许的呢 然后我都觉得 有点是因为你们没有解释到标准 好像刚刚的频道所说 例如正方会觉得 我们只需要看奥斯卡的底线 但我都去到后面 一开始我听到正主觉得是OK的 但越听就越奇怪了 越听我就越想 那 为什么一定是用那个颁奖典 或者他那个委员会的掌握去想 然后我觉得你们是有一个立场 是不停游走而越方是没有怎么留意到的 例如正方一个回应就是说 其实他也是跟着规则玩而已 他也是满足观众的期待而已 就是深刻他说的 Chris Rock是被逼的 但是他另一个说法也会说 其实有时候那些主持人 说了一些过火的笑话的时候 其实奥斯卡都会谴责他 那是不是代表其实主持人 本身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而不是纯粹可以用说 他是满足观众的期待去做这个托词呢 就是觉得越方可以用这些来说 然后你都要用回自己本身的标准 就是整个文化是影响着奥斯卡的 因为正方是否在说 应该要谴责文化 而不是谴责Chris Rock一个人 我就觉得这个是很贵的 很贵意的一个句子 而越方是很应该要捉出来去回应 是的 但是他们就重复了两三个辩位 我记得 所以这个位置应该要早些认识到的 然后动机这方面 反方 反方就说是保护他的妻子 所以是没问题的 但我觉得其实甲方在这个位置 都有些东西可以斟酌的 因为有些平衡呢 就会觉得 例如甲方不是完全没有说过 你们说是否以爱之名去包容就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要说 包括他有其他的方法 他真的令人正视 人生攻击 或者是踩他老婆的痛处是不对 他用了暴力 所以这个不是爱 这个是个人的冲动 一个错的选择 就是你们说的时候 把其他的选择和外的东西分开了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 点到即止去不到一个 真的攻击到决方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动机这个位置 两边没有说 有其中一方很有优性 然后第二个教育议 我觉得有些可惜 我觉得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都是在台下发文的时候 说得出来 例如 他们会说 按照你说要教育 那为什么不应该要 谴责多些Smith去 令人注意 不可以用暴力 或者在台下发文 越方才问 为什么要用Oscar的标准 这些应该要早点出 然后我觉得 在甲方来说 有一个更多的东西 可以用就是 美国社会的偏方 因为其实 美式幽默是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事情 的确 但是其实暴力在美国 也是很严重的 可能很多的枪击案 或者很多 校园也好 或者社会整体也是这样 尤其是Will Smith 他在一个很高知名度 而且他本身是和小朋友 青少年那些社群 是特别亲密的 所以我觉得 你们可以多说一点 如果你们都认同 是双方都有错 那为什么在这个社会的 context 应该要 谴责Will Smith多些呢 那甲方可以连这些状况去说 但我觉得 好像去到后场 都是比较多重复你们 他们弄点里面的一些口号 然后反方 然后反方 我就是觉得 在教育二那个位置 就是有一点 都是 怎么说呢 脱不了角的感觉 好像刚刚那个评论所说 例如他们会说 正方一 是有说一点 反方 因为是越方一符 越方一符 越方一符 会说一点 我先看看 就是说一点 是否是娱论 觉得对的 就是全部都对 但是 这个也是回应 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 那个范畴 那 然后 然后最后呢 有一样东西就是 我觉得暴力 尤其是在甲方那里 有说到 比起用一个刀去砍入 和言语上 可能是落下你 那这两样东西 你的回应应应该不同 这样 但我觉得其实 刘方应该多说一点 就是 言语暴力 和实质的暴力 其实他的伤害 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同 因为其实 甲方是嘗試去淡化 言语上海 但是 就是 例如那些社会的文化上面 就是可能 bullying 那些 其实都是人身攻击 或者好像刚刚的朋友说 可能某些社群 就是为什么奥斯卡 他会 谴责一个孔童的人 但是他 不去谴责一些人 去拿人的病 或者是 他的病去 开玩笑呢 就是这些可以问多些问题 是的 那 今天的评论大概是这样 那大家都可以继续 努力 好 谢谢你阿文小姐的意见 那最后我们都请 徐永彦小姐给我们一些意见 好 那首先 辛苦大家的努力 那 刚刚两位评判都说了很多 所以我真的会缩短我的发言 就给我们一些意见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 有一个共通的问题 就是 大家都很重复 大家 可能主便所说的论点 就很缺乏一些推进的 那 譬如反方 那样 然后 然后 乃至于整场 其实都是同一样的事情 但是 没有进一步的推进 那 所以我认为 其实 双方都应该去思考更加多的问题 例如 什么是 立心不良呢 就是 其实 无论是Will Smith也好 还是Chris Wall也好 其实他说的这些言论 或者他做这些行为 他的本意 是不是真的差的呢 还是 其实他 是 无意去 伤害到人呢 那 再加上 其实 就是无论是冲动也好 是为了职业也好 是为了他老婆也好 是不是就不需要为他的行动而负责的呢 那 如果要负责的时候 那 那个结果应该是怎么样 是不是 就是被人譴责 就已经是叫做负责了呢 如果去公开 去发表一些事情 道歉声明 那又是不是 叫做一种对行为负责的表现呢 那 所以我觉得 双方其实有很多位 是很值得去讨论一下 去深入去发掘一下这个议题 但其实 turns out 都 未做到这一点 是有点可惜的 那 我觉得 如果 就是 就我而言 如果正方输的话呢 我觉得 输的话 就会是在于你的立场 很不定 就是我会觉得 如果你们由始至终 都觉得 Chris Walk 是没错的 是因为他们是职业 是因为当时的风气影响 所以他才说这一番的言论 而 turns out 他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批评 就是比如可能 奥斯卡是没有说他不对 美国整体社会风气是没有说他不对 所以 Chris Walk 做的行为其实是对的 那我觉得你应该坚持你的立场 而不是不断去飘忽 就是有时候又说 那他的确是不小心 还能伤到人的 但是有时候说 那他没办法的 那没得选 整个风气是这样 那我就会觉得 就是 月方就会 可以指出到你的立场 是不断去转换 那评判自己都会觉得 那其实 你是想怎样 就是究竟他有没有错 如果反方输的话 那就会是 在于你们的 就是你们的论述 或者你们的推演 就真的很不足 那我会觉得 其实你们可以 讲多些 Fictims的角度 就是你们其实 suppose是觉得 譬如他老婆被人人身攻击 那这件事的影响其实是多大呢 会不会是 就是因为你们去尝试 去尝试 美国的这种风气 其实是有少少 对Fictims是很不利的嘛 就是譬如他老婆 有这个重病 但是结果原来 没有人关注到他有重病 这件事 但是反而是 被他的反应 觉得他是 overreacted 那我会想听多些 其实究竟受害者是怎么想的 就是就好像之前那个评判所说 就是有一个不开心的一个笑话 已经不算是一个笑话了 那所以我会想知道多些究竟受害者是怎么想的呢 那这个是我觉得 越方可以说多些的东西 那最后就 就是大家 无论结果是怎么 都继续加油 那我的发言就这么多了 好 谢谢祥永言小姐的评论 那很多谢三位评判 抽空出席给评论 以及给评论 那我们现在会公布赛果的 那公布赛果之前呢 会公布今场的最佳辩论 那就是蓝方的一辅 业政业同学 那今场比赛是以票数作决的 那是0比3 由范芳省市提款书院成出 好 谢谢